稍微调一下 OK 好 那看到你这个东西 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再来画好了 看好东西先去掉好了 不然真的很痛苦 因为转来转去 那最好是你就开一个干净的环境 那当然先画两个圆 OK 这比较简单 第二个先切到 切到那个前视角 因为前视角画这个匀形线 那匀形线比较难画 这样就比较好看到 就它跟它 那匀形线就是这样 先找到终点 然后稍微拉一下 点一下 折一下 你看它都听我的话 然后再移到这边 再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结束按空白键 它就好了 就一条线了 这样子 它就会听你的话了 好了之后的话 再切回东南等角 那要画什么呢 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圆 那这个圆应该是在右四角 右四角要切过来 所以我要切到右四角 右四角 OK 我切到右四角 OK 可是右四角 它就会在这个的中间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点不到这个圆的中间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 这个圆形线的中 还好有点到 如果有出现就不用再移了 如果没有出现 你就按什么 序幕加中间 稍微瞧一下 有没有 这样就会比较清楚了 然后再利用什么 终点 直接在这边 点一定是终点 然后给它一个大小 大概差不多也就是十好了 OK 好 然后呢 再切回东南等角看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就刚好在这个中间了 线上面就会有一个圆了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结束 这时候才要正开始 我们2D才画好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图画得出来的话 那以后你3D很多图就可以很自在的 看你要怎么画就可以画得出来了 好了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断面混成 1 2 3 OK 但是呢 你会觉得 老师它怎么会这样呢 长得 我们应该照那个 运行线长啊 那特别注意哦 请你这个时候 先做出来 按Enter Enter之后 它会问你 才是问你路径 所以你要先Enter之后 再来修改路径 你不要一直在找路径 一定找不到